有收賄嗎 有收賄嗎 立委收賄案持續延燒 四名涉貪的前現任立委 會交保回家 還是遭到羈押尚未揭曉 但他們誇張的收賄情節 陸續曝光 我是被害人 我不需要行為 這起貪污案 就是象徵搜狗經營權的 李恆龍所起的頭 五名立委分別收受 兩百萬到兩千萬不等的款項 李恆龍疑似希望他們 收錢辦事 因此這些立委們 有的但供聽會 有的施壓 有的關說 檢調懷疑雙方之間有對價關係 認定就是收賄 收錢嗎 收最多錢的蘇正清 他的助理余學陽 更在庭上說出離譜公辭 他說蘇正清和李恆龍 常常一起打麻將 當中的百萬金流 其實是賭債 讓檢方難以置信 他更爆料 蘇正清麻將打很大 李恆龍才把賭債 一層一層交給蘇正清 但這些立委們 供辭似似乎大同小異 不只都否認收賄 還推說都是借貸關係 或政治獻金 檢方懷疑 要嘛是到案前串供 不然就是交錢那刻 早就經過了 沙盤推演 有收賄 門到了 有沒有拿錢 沒有沒有 小心 現在更傳出 李恆龍對某些立委的表現結果 不太滿意 SOGO幫立委們 收了不該收的錢 也在政壇掀起波瀾 記者謝耀珍 陳昀璇 SNG小組 台北報導